随手拍过短视频的朋友注意了啊 已经有好多人被起诉了 现在侵权起诉潮已经刮到短视频领域来了 昨天我刷到这样一个作品 有位抖音用户在去年6月份发布了一条抖音 使用了抖音内置的音乐叫做安静的回忆 前两天呢 他被湖南一家知识产权公司起诉了 理由是侵犯音乐著作权可能要面临赔偿 联系这位用户了解了一下详细情况之后 我咨询了抖音客服 客服的回答是 的确存在这样的风险 但一般不举报的话是没事的 如果不涉及商业价值的话 一般来说是不会有太大隐患的 也就是说我们一直以为抖音内置的音乐 就可以随便的使用 这是不对的 这也是会面临侵权风险的 只是一般来说不涉及商业价值的话 对方可能不会选择起诉 我搜索了一下 被起诉的可不只是他一个人 而且该音乐在抖音上已经有18.8万人使用过 不知道其他用户会不会陆续遭到起诉 只能是提醒各位多多注意 先自查一下吧